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与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老子哲学的人生境界 哲学给我们以精神的智慧和力量 哲学的修行也能够提高我们的人生的境界 以前经常听人说这么两句话 细节决定成败,性格决定命运 但是我认为这两句话还不够完整 因此,又在后边给加了一句 叫,境界决定大小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 他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成就的高低和大小 那么,老子哲学非常的丰富,博大精神 他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 关于人生的境界,及其如何修养的具体的一些哲学思想 为什么说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如此重要呢? 那是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 它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精神的本质特征 那么,个人精神和能力等综合素养的修为 也反映出一个人的胸怀和眼界 那么,老子的哲学 他的人生境界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在老子的五千余言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不增 那么,老子在战乱频繁,社会积聚动荡和变革的时期 在一个生命,甚至都是朝不保夕的那么一个社会时期 他提出了不增这么一种极具创新性 而且极具批判精神的这么一种思想 我们说,当代的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 社会中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其竞争的残酷程度,在很多时候不亚于战国时期 因此,有一些学者把我们当代的世界 也称之为人类社会的另一个战国时代 那么,老子哲学不增的思想究竟有什么样的内涵特征? 要达到老子哲学的人生境界 老子一书中提出了哪些解决之道呢? 而且不增作为人生哲学,它的解决之道背后的基本生活态度和哲学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不增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的最大的智慧 老子中的不增,故天下莫能语之真,传颂千古 但对其理解却分歧众多 本人认为不增首先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特征 第一,不增是一种真正的自信的表现 那么不增,也就是我不会积极主动为去和别人争 即使别人要来和我争,我也有充分的实力应对 因为我通晓,天地自然大道,因此天下没有人能与我争 不增绝对不是庸辱、落落之人的哀叹 它是独孤求败式的自信 这是第一个内涵特征 那么不增的第二个内涵特征是 不增是真正的淡波名利,淡然处之的平常性 泰山崩溢前而不变色,更何况名利呢? 不予人争名利,世界自然就太平了 个人自然也就平安了 这是第二个特征 那么不增的第三个内涵特征 不增是心在世外,冷静观察与应对的智慧 站在真之外看真读 其收入,其智慧 远胜于,直升于世内 如果我们把身心自身于真,也就是真读的内部的话 那么我们往往会感觉到身心俱疲 那么大家经常会嘲笑那些真来真去的人和事 是因为大家自身世外,不会身心俱疲 那么我们有一份冷静,有一份智慧 因此,无论你在真或者不真之中 心在世外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就是不真的三个本质的内涵特征 我们下边探讨第二个问题 就是既然老子他提出了不真的哲学 也是人生的最高的境界 为什么不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呢? 他有没有进行展开的分析和内树呢? 如何做才能达到不真的人生的最高境界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不真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呢? 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不真 故天下莫能与之真之外 那么老子第七十三章,他也讲了 天之道,不真而善胜 就是这样,天地运行的这个大道 他不与天地万物去争夺任何的东西 但是,他却能够超然于万物之上而常胜 在老子的第六十八章也讲 不真之德 就是不真是一种至高的品德 那么这种不真之德 用人力就可以达到与天地之道相配合 这么一种境界 因此可以说不真是天之道的主要特征 当然,我们说不真是天之道,而且善胜 这和《孙子冰法》里面讲的一句 那么这一句大家耳熟了一些 不战而屈人之兵 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历史上一直有人将老子当个兵书来研究 也是有其道路 那么我们说 能达到天下莫能与之争 和不真而善胜的境界 这是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呢 大家认为老子讲的有没有道理 这是第二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小问题 也就是为什么不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那么下边 如何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呢 老子书中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他的哲学思想 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善利万物 善利万物这一句完整的表示 应该是水善利万物而不真 有人可能会问了 那么水善利万物 他讲的是水之道 实际上在老子的哲学里面 水之道就是天之道 他和老子所讲的道 几乎是一致的 道的特征是不真 道的功用是善利万物 因此只有发挥道的功用 才能使道的特征显现出来 那么善利万物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佛教里面讲 广众善根 广结善缘 大致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可能彼之老子的善利万物 而且可能还有一点不及 我们说如果你能够做到善利一人一物的话 那么你很有可能得到的是一人一物之回报 如果你能善利天下万物 那么天下万物可能都会为我而用 为我而备 那么古人也曾经讲 善利天下万灵 你就可以得到天下万灵之拥戴 因此有一句话叫 得天下明星者得天下 听起来像是儒家的口号 但是实际上在先秦祖子里面 道家 法家 墨家 甚至兵家 他们都起这么一种主张 善利万物需要有天地一样宽阔的胸怀 需要有春风化雨 润万物的这么一种情怀 那么这是达到不争的第一个方面的积极 第二个方面 要达到不争 要做到功臣而不处 或者也可以用简单的话来说 叫功臣生退 那么老子第五十一章说道 讲这个老子之道 生而不由 为而不是 长而不长 是为玄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生育养育了天地万物 而不占有 不具有他们 为万物而作为 但是呢 而不治事己能 不治事己功 在老子的第七十七章里面也讲 天之道 水有余 而补不足 人之道 损不足 而补有余 俗人有 有余 而补不足 人之道 那么它是与天之道相反的 因此老子讲 为有道者 是以圣人为而不是 功臣而不处 其无欲见限 那么也就是说 只有天之道可以能够做到 能够做到什么呢 能够做到善利万物 而且功臣而不处 那么由于圣人能体察天之道 并且能践行天之道 因此 圣人可以做到 做到与天之道的一致 那就是功臣而不处 老子的第八十一章 也就是最后一章 他说 天之道密而不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那么 这个主要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在讲 天之道和人之道 他们是有区别的 但是呢 圣人就可以 将天之道与人之道 能够贯通 而且能够践行 那么 也就是 善利万物的第一个方面 加上不争的 就是说 功臣而不处的 第二个方面 是什么呢 达到不争的远条途径 那么 功臣而不处 也是说起来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 有许多伟人 历史文化迷人 也有许多王国将相 他们 由于鞠躬 甚至是太宫 最终不够的身败名裂 身手益处的 这么一个下场 而历史上也有一些 一些伟人 一些历史文化迷人 他们 功臣而不拘 鸡流勇退 倾施流云 那么 达至人生最高境界的第三个方面 在老子哲学里是怎么样讲的呢 老子说 不敢为天下先 这个不敢为天下先 这句名言 在中国的世俗哲学里 已经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就像 我们有一句成语 明者保身 被后世所驱惊于 老子中的不敢为天下先 指的是 在明 在立 在公等方面 不敢去争先 不敢为天下先 因为老子讲 道常无明 连天地最根本的时代 其本体 或者叫最终的存在 都是无明的 不追求明 没有明 强 自知 也道 就是 勉强给他按了一个名字叫道 而且 功臣而不处 善利万物而不害 不争 那么 像这些论述 都是对不敢为天下先的注解 那我们在什么方面应该 为天下先呢 很自然就是我们前边所提到的 在善利万物的事情上 有利于天下万民的事情上 我们要敢为天下先 善利万物 善利万民 功臣之后 要敢于先天下而生退 那么 不敢为天下先 他也是包含着丰富的殿正思想 那么这里就有疑问了 既然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 善利万物 善利万物 如果 我们这样来分析一下 如果你按照刚才我们讲的三个方面去做 你的功德 将和天道化欲万物一样 圣人教化万民一样 谁还能超越你 即使敢于你争 也无法与你相争 你已经处于鞠躬之伪 而且已经处于最高的境界了 与天道合一 无罪而塞胜利 谢谢